在Johnson's Landing镇,至少有五栋民宅被泥石流掩埋,另有四人下落不明,包括三名当地人以及一名德国游客,他们可能被困在滑落的泥石当中。 昨日,卑诗省东南部山区再有山泥滑落,由于当地土地依然不稳固,救援人员昨天白天被迫多次中断救援工作,并在昨天晚上撤离现场。 黄家骑警发言人昨天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,救援人员发现生还者的可能性已经十分低微,但不会停止救援工作。 今天,专家们对土地稳定状况进行评估之后,搜救队伍已经重新重返现场。 目前,搜救人员正在被掩埋的住宅现场清理泥土、石块和树木。 黄家骑警的警犬队也将协助寻找生还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